我们来看一下 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鲁索福当年做的 用这个实验呢 来做完这个实验 他推翻了前人的那个 就是原子结构的 枣包模型 然后发现 原子内部其实是很空的 而且他还推出了 就是原子核大概的尺寸 这个实验做起来呢 用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好做的 实际做的话其实很贵 而且不是那么好做 但是用我们这个是很好做的 首先我们打开开关之后呢 默认的是 阿尔法粒子是指着通过的 这个会统计 打到这块的阿尔法粒子 我们可以读出数 然后我们旋转角度 然后再读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 每多少度 然后读一个 再读 就是当角度很大的时候 并不是说没有粒子 还会有少量的粒子通过 如果我们把每把角度和粒子数 记录下来 然后可以拟合出一条曲线来 通过这个曲线呢 我们可以推出很多东西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 具体的这个实验报告 然后可以照着做一下 把数据记录下来 然后带一下公式 看看效果 用我们这个做实验本身很简单 但是实验后边的原理 是很复杂的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内部的原理 看一下 不同尺度下 这是原子核 因为原子里边是很空的 原子核只占很小小的一部分 当年鲁瑟夫就是用这个实验 推翻了枣构模型 而且呢 推出了原子核的大概尺寸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去搜一下资料 找一个这个实验报告 然后看一下原理 然后再做一下 记录一下数据 自己去推一下 非常好 检测